雞 我們在這裡盯著 盯著這雞 為什麼今天用竹鼓呢 竹鼓要帶著五花肉 因為竹鼓是壽物 帶著五花肉去增加它的油分 寫一聲 竹鼓是特別之爽滑的 這個是竹鼓 我今天就拿前面一剪 竹鼓頭和竹鼓的心是相差很圓的 吃法不同 半隻 炆雞通常有大小小的 蒸雞就不用太多 竹鼓在這裡 平時你很少吃的 味道這裡有得你吃 這個可以考慮一開四 薑 沙薑是最美味的 一定要帶些新鮮的沙薑 跟著味道 鴨雞 鴨雞就是微糖鹽 鴨雞 記得要入味 糖一點 鹽 多一點 不堆一點 跟著味道 帶少許不堆一點 抽下去 很漂亮 抽力 然後放一些不堆的粉 如果不帶粉 炆出來的雞 就不滑 首先攪勻 最後才加少許油 鎖住 醃雞的時候 盡量不要加酒 炒的時候 你再加 這個效果會漂亮很多 入味之後 爆料頭之後 把雞兩邊煎到金黃色 最後再加粥糊 大概三分二水 炆它十分鐘 就可以了 收汁 打發玻璃劍 爆味油 這樣就完成 嗯 這個菜很特別 我要試粥糊 來到這裡 你真是懂得吃 嗯 你知不知道粥糊 雖然是纖維粗一點 澱粉質重 吃起來很香 越照越香 它就是瘦物 所以炆的時候 適宜搭碟了肥豬肉 帶帶脂肪油 它就吃起來不還很多了 不是說很多食材 它都是有這種口感 即是說它澱粉又重 然後咬起來又爽脆 它不是那麼多 香口 我認為它是一個多纖維的淮山 雖然說粥糊不容易吸到味道 但是呢 可能因為時間也比較足 如果沙薑的香味 和雞油的味道 其實都是在粥糊裡體現到的 雞的做法 一定不會夠乾燥 我覺得 如果它還是水分過多的話 可能就真的不會那麼香 嗯 通常呢 雞 你只要看著它的收汁 如果你留下肉汁 它就不會那麼香口 是呀 滑些 這樣吃起來又不同 有口味的香